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南白河76.5毫米 短时间里这么大的暴雨可能会造成积水淹水 而且这个雨可能要下到晚上才会慢慢变小 今天的高温在屏东要来到35.9度 而明天随着低压带的接近水气变多云会多一点 所以各地高温31到33度 到了明天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气接近 包括在南部有南海的低压带水气 而北部会有另外一个高空低压 简单来说周末一直到下星期一的清晨到上午之前 天气都不太稳定 雨会怎么下呢 看到明天在各地的山区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 中午过后都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震雨 明天晚上开始各地都有机会下雨 包括了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 整天都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南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 而其他地方也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 到了星期一是水气变少的过程 在东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还是会不定时的有短暂震雨 南部也还是容易下雨 整理周末的天气 北部25到33度 上半天还算稳定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中部24到33度 中午过后可能也会有雷震雨 南部25到32度 整天都可能不定时有下雨的机会 东部也是整天天气都比较不稳定 温度是24到32度 送发外面一抓气象重点 明天全台紫外线几乎都偏强来到过量级 出门最好要防晒 还有空气品质方面 在北部竹苗和中部空气品质都来到橘色提醒 过敏族最好不要在户外做剧烈运动 而中午过后包括了山区还有靠近山区的地方 都可能会下午后雷震雨 雨时可能也不小 而且明天晚上开始水气会越来越多 天气越来越不稳定 出门最好要带伞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